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澳門的銀河娛樂就剛剛公佈了它今年最新一期的收益。 我們現在就一齊來看看銀河娛樂在今年是甚麼情況第一季。 開始之前記得先訂閱我們的頻道。 根據銀河娛樂集團所公佈的第一季數據,銀河娛樂的淨收益是51億港元,按年上升1%,按季是持平。 第一季度集團經過調整的EBITDA是8.59億港元,按年上升204%,按季下跌15%,因為淨贏率偏高增加1.69億港元, 第一季度正常化之後經過調整的EBITDA是6.9億港元,過去12個月經過調整的EBITDA是虧4.44億港元,按年下跌104%,按季上升57%。 如果按照上邊看,其實今年就比上年都算是好很多,經過調整後的收益還可以按年下跌204%,不過跟上一季比跌15%。 但這裏所講的上一季就是2020年第四季,這部份要同大家講一講數據,2020年第四季經調整EBITDA是10億港元,在今年第一季是8.59億港元,所以這部份看回數其實都真奇怪,明明今年第一季日平均旅客的數量比上年多, 為何會下跌的呢?這部份我稍後會在下面同大家解釋。 跟著我下來,我就睇下銀河旗下每個場有什麼環境先啦。 首先講了入住率先啦。 在去年第四季,銀河五間酒店的入住率去到49%,而今年第一季就得回44%,反而還是低了不少。 可能就是澳門第一季就沒有去年第四季那麼多活動,就變來澳門玩的吸引力就低了。 至於升際就由57%升到62%,最誇張就是白老匯,在去年第四季的22%跌到今年得回9%, 看上邊的數其實都真是猜不到的,原來第一季都真是不是說好多, 難怪3月幾時政府就批了不用做核酸都可以去賭場玩啦, 原來就是想睇下澳門人可不可以自己賭得到賭收,就做回所謂的內循環呢? 如果是看完上邊的數,我自己就覺得, 政府今次的政策出的澳門人住酒店補助200元,其實就好合情合理的, 就用回澳門人自己的錢去推動回澳門的經濟啦, 完全是國家所推動的內循環啦。 跟著下來我們現在就睇一睇這張圖先啦, 這張圖其實都好明顯好清晰的啦, 可以看到其實就是建築材料那裏是去年第四季賺多了, 這裏他所指的建築材料就是他的大埔水泥廠啦, 所以如果只是去除了建築材料這一筆數的話, 只是計賭場和酒店的收入是今年比上一年賺多了。 按照這看都是有回復甦的跡象出的啦, 我自己估計啦,今年的第二季都應該是會更加之好的, 因為這幾個月的每日平均旅客都是多了, 再加上五一個時又那麼多旅客來了澳門啦, 大陸的疫情又基本上控制得到啦, 不過可能就未必會出現一個很急的V型反彈啦, 始終現在很多大客都未必是那麼想是現在來澳門的, 所以復甦路都真是會幾漫長的, 今集就同大家簡單看一看了銀河今年第一季同去年第四季的比較啦, 不知大家又覺得要等幾多年啦, 才可以復甦到2019年呢? 在下邊留個言忘我知啦,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拜拜!